要关心是美国大选 是美国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 特朗普20号来到了摇摆州之一 也就是密歇根州出席机会 那么这一次也是他接受 共和党提名之后的首场竞选活动 也是他遭到枪击之后的 首场公开竞选活动 针对保守派的智库发起 2025计划提出了一系列的保守政策 包括要对联邦政府进行 大规模的改革和重组的建议 特朗普说好像对2025计划一无所知 也在强调他上周遇刺 是为民主挨了一颗子弹 特朗普也表示 只要他能够当选的话 他会反转所有拜登和哈里斯 造成的灾难 这次的竞选活动 他和副总统候选人万斯 一起同台 那么这一次也是两个人 组成拍档之后 首度的同台造势 我们看到特朗普市已经除下了 诱饵的白色纱布 改贴上更细小的绷带 这也显示诱饵的伤口正在愈合 而当局也是加强了保安 多条的街道封闭 市中心部署大量的警力 几乎每个街区都有警员助手 而其他人则是骑马 或是踩单车来巡逻 余会者在进场的时候 也必须要通过金属探测器